你看他们现在吵来吵去 然后民众党 民众党发言人其实都很呛 陈正来是说 金普冲一直否定民调 信度与效度 那为什么你当初对郭台铭 不用一个咱们棒的民主出选方式 讲得好像也颇有道理 然后金普冲也很棒 金普冲气质很好 很优雅的说 这个你很聪明 柯文哲很聪明 但是讲话要符合逻辑 意思就是说 这个柯文哲讲话 其实都没有一贯性 没有逻辑等等 然后这个时候没有郭的角色 那个郭伴也跳出来 黄世鸩就说 你看民主出选的成本要两亿 只有我们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才能办到 他最有钱 因为他总是要在这一局里面 也要凸显自己的存在感 不然真的都被人家忽略掉 那怎么办呢 他目前还在积极的联署中 有没有 朱立伦就说 党内标准是民调 干部平均与党员投票 开放式初选 通常都用在政党联盟 所以有奖跟没奖 也差不了太多了 所以我要请问一下 逸赛 你也最了解民众党 所以民众党现在讲话 凶巴巴的 这个黄生涵讲话也凶 陈志然讲话也凶 克文哲讲话也凶 还会继续有第二场蓝白见面吗 对 就黄金八点党连续剧 就上播及下播 就没有 我跟李正浩还讲说 会定下一次时间 至少有一个共识 结果连下一次的时间 都没有共识 到现在时间也没定出来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本来朱立伦讲的 朱立伦跟所谓的 陈志然讲的话就对的 党内的初选规则 如果怎样就可以怎样吗 但是重点是 你柯文哲要不要加入国民党 现在就是一个 两个不同政党的 之间的谈判 所以两个政党的主张不一样 本来就是正常的 所以陈志然你不要说 为什么你不用郭董用 因为朱立伦讲的好 因为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 你是党外的 所以你不能干预 我这个政党要怎么做 你政党提出你的主张 我国民党当然 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 那你不要怪 刚才曾浩一直在讲说 国民党这个没有诚意 那课问着你的民调的方式 也一路加码 一路没有诚意 我要讲的是说 你一开始提五家民调 后来又加码说 那个三场辩论 你明明知道侯友宇 就不会讲话 你这两个条件 就是只是要证明 侯友宇你民调比我低 侯友宇你口才比我烂 就是这样 你除了证明这两件事情 你觉得国民党会接受吗 他还怕说 国民党如果接受怎么办 结果还压了一个日期 叫10月31号 国民党是一个百年大党 国民党是一个制度的大党 侯友宇是经过全代会开会 决定出来的候选人 15天你叫国民党 要开一个全代会 接受你的条件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认为别人的没有道理 其实你自己提出来的条件 也没有道理嘛 所以他在谈判前一天 又加码一个 说我们视话跟手机要各办吗 你全部都在设计 你有利的地方 还好金小刀聪明 弄了一个民主初选事 有一个话可以讲 否则柯文哲绝对在家嘛 说民调一定要纳入 馆长的民调 这唯一赢的啊 所以大家逼我们而已嘛 所以我说 金小刀厉害的地方在于说 你不要跟柯文哲比嘴 你要跟柯文哲比人嘛 那柯文哲比人 怎么比人 就是所谓的 所谓这个开放式初选嘛 我跟你比动员 结果那天晚上马上动员的出来 就呈现出两边的实力的差距嘛 一场新北市号称五万人 一场在彰化号称五百人 就一百比一嘛 这个一百比一就是呈显 你柯文哲的柯粉们 万人按赞一人出席嘛 但是最后的选票结果 是要出来投的哦 而不是比民调哦 如果比民调 我说真的 现在都结束了 就赖静德当选了 不是吗 那比民调现在都赖静德当选了 所以你比民调是不对的 是比所谓的动员力 也要变成是考量的一个关键嘛 政党实力 也要变成是考量的关键嘛 所以国民党提出这样的主张 不是没有道理 而是为了分手做理由嘛 我说这个谈判 如果叫做分手擂台的话 所有的谈判都有个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叫做找理由 如果这个叫做分手擂台的话 他找的理由叫做分手的理由 结果这场谈判 我觉得是成功的 为什么呢 各自找到了分手的理由呢 都是你的错 所以我们两个分手 重点是分手之后要怎么办嘛 上下铺在抢棉被 那个吴坤英说的 蓝白在下铺 下铺就是民调都是20% 在抢棉被 抢哪一条棉被嘛 那一条棉被叫做韩国瑜 蓝白这场谈判 根本不是为了合作而谈判 而是为了接下来 谁民调第二名 第二个谁可以在第二名的这个状态下 才操作气宝嘛 要抢韩国瑜哦 没有人要抢郭台铭哦 那件棉被就是韩国瑜 为什么说韩国瑜 因为你如果看到民调这几次的 尤其美丽岛民调的趋势 你就可以看到韩国瑜只要站在侯友宇这边 侯友宇民调就上涨 因为所谓的气宝操作最不希望上架民进党的人 就是深蓝的这群人 而深蓝的这群人就是韩国瑜 一只穿云舰千军万马来相见 所以韩国瑜的角色在这里出现了嘛 在这里出现的时候 韩国瑜不只是有所谓的深蓝的选票 他背后张家叫做地方派系嘛 他的韩粉在网路上面 他的声量比柯文哲不会低嘛 所以国民党已经确认韩国瑜 会站在侯友宇身旁 心在人也在的情况下 所以他敢跟柯文哲摊牌嘛 他敢金小刀敢跟柯文哲这只手术刀对杀嘛 那对杀的结果对谁有利 现在如果韩国瑜是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 其实对侯友宇是有利的 侯友宇就隐身在幕后 前面就让金小刀跟韩国瑜 去把所有的热情杀起来 再加上他们有陆军部队 所有的小鸡们现在都期待韩国瑜 帮他们辅选 已经不期待柯文哲了 所以韩国瑜未来的角色 他会透过他的辅选 把票灌回给侯友宇 民调灌回给侯友宇 柯文哲马上就会掉到老三 那柯文哲唯一的一招就只剩下郭柯和 我还是判断郭柯和的可能性 当然要看柯文哲的民调 但是以国民党目前金小刀的杀招 跌出的情况下 他的民调会掉到第三 这也是国民党最痛的地方 柯文哲掉到第三 反而会促使柯文哲跟郭台铃和做 而郭柯和又会极度边缘化侯友宇 这个就是现在蓝白之间的战局 会不断的延续到选战最后一天的 了解 谢谢大家